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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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的转身的这个后白腿 对 哇 韩非龙在第二回合 似乎找到了怎么跟这个大扣头打的这个方式了 虽然刚才那个接腿摔啊 并不被列入这个技术得分这个评判标准之内啊 但是可以有效的打断对手进攻的节奏 对 而且在气势上也是占有优势的 好 连续组合 这个组合拳跟得很快啊 但是每一次韩非龙接组合拳接腿啊 那个腿总是显得腿会很短 因为对手这个上半身后仰 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 好 再一次转圈后白腿 今天 男方选手来自波兰的萨克维奇 他就是这种泰式的打法喜欢 待会儿我们看他的这个资料显示 到现在为止只打了十 韩非龙欢迎虾皮腿 好 转身边对手 具体来说韩非龙最好的晋身的 最好的晋身的机会就是萨克维奇 每一个动作并不是说 蓄积好力量准备好的 他是要找这个时机才能打进去 我撤这个距离要必须相当大抬 哇 这个 好 上来之后 好 上来之后 萨克维奇似乎被韩非龙的这一季 激当的动作激怒了 上来之后这个无论从表情上 还是这个动作输出上 都怒气冲冲的 但这个擂台上还是要保持理智的 不然的话就会露出破绽 不止掉了 不止掉了 成畅真是状况连连 对 哦 连续击破漂亮 韩非龙的连续组合拳 这个时候不要出来啊 好不容易拉进去之后 而且是自己的优势的一个局面 哇 漂亮 漂亮 没有挑 贾动的很出色啊 对 我们看的可以 哇 这个高扫其实威胁很大的 虽然是扫过韩非龙的头顶啊 对 有点 高度没有掌握好 有点过高的这个高扫 但是破鱼还没落 好漂亮 这次非常成功的一个扫堂腿啊 本场比赛 红丰盛 本场比赛